有鉴于诈骗集团的诈骗手法日行月异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合作宣导平台会议 将结合教育处、新闻及行政处等相关局处 透过各局处的多元管道加以宣导防诈资讯 提升宪明反诈骗的意识并且降低损失 诈骗是非常容易 只是我们以往中央政府对这个奇怪还没有那么重视 从最近整个爆发之后 才感觉事态严重 那事态严重发生之后 当然为了防炸 我们有必要过几处动起来 那行政院也将相关的一个 打击诈骑的一个促进作为 做了一个行动纲领 那希望透过这个行动纲领来落实了 合作宣导平台会议上 包括环保局、财政处、新闻及行政处、文化局等单位 也就分工项目提出建议 及协调与警察局互相配合事项 为防炸工作提出意见交流 那谢谢警察局特别针对国际处 所管理防炸的一个项目里面 跟一个接触 整个分工的项目 那也希望每个月将 我们防炸的工作 全国能做一个表例的方式送给警察局 来汇总 那这些都是全国要评比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落后了 打诈男投队有事项重要的工作 包括执诈、赌诈、阻诈、惩诈 除了强化对民众宣导如何分辨诈骗手段外 警方摧毁诈骗集团通讯工具与网路 及追查账款六项 阻挡诈骗集团金流也与地检署合作 加强侦查打击步伐 肃清诈骗集团 记者陈伟一 南投市采访报道